第六题要解这个二云一次连绿方程是 5x-y等于5 y等于5分之1x 那这一题你可以直接把这个y等于5分之1x呢 直接就把它带入 这是一个方法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呢 把这个第二个式子呢 把它变成整数 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5x-y等于5 这当作第一式 那第二式呢 两边都乘以5 变成的是5y等于x 这当作第二式 这时候呢 既然题目说5y等于x 也就是x等于5y 那我们就把第一式里面的x换掉 换成5y 这叫做由第二式 代入第一式 5乘以5y-y y等于5 5525 25y-y 4y等于5 24y等于5 所以y解出来呢 叫做24分之5 然后呢 然后呢 题目说解出来的y呢 就是b 所以这里呢 24分之5呢 就等于b 这是第一部分 那再来还有第二部分 这个y算出来的乘以5 这个y算出来等于24分之5之后 那x等于多少呢 我们把它带入第二个式子 5y等于x 5乘以y 24分之5 24分之5 乘以来等于x 也就是说呢 x就等于24分之25 题目说 这个x算出来的答案呢 叫做a 所以这个24分之25 就是a 最后 题目要我们求的是 a加b的值是多少 a 24分之25 b 24分之5 所以加起来等于 24分之25加5 30 然后呢 再把它约分 6 30 6 4 24 最后的答案就等于 4分之5 答案选a 这个选项